各位MommyDaily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寿妈咪知多点线上座谈会 我是Diana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苦科专科医生 杜坚能医生 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人工仇症和人工仇人的资讯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和杜医生谈谈 杜医生 上次在Live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于人工仇人的资讯 人工仇症和人工仇人的资讯之后 我们也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资讯 他们就说想知道多点IUI和IVF之间的分别 不如道医生你介绍一下IUI是怎样做给我们知道 好 IUI其实是不育治疗方法的一种 但它不是人工仇人 我们俗称叫做IUI或者人工仇症 我们怎样做呢 就是说在一个女士周期的时候 我们会监察着她的排卵的情况 到她的卵泡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会打针排卵出来 到时我们就要先生给我们精子 把它洗掉之后 就将一些Concentrate 了的Live Sperm 即有活动性的精子 用一条道管直接打进子宫腔里面 平时我们行防的时候 精子就坐在阴道里 很多都会流失了 但如果我们把它Concentrate 将一些有活动性的放进去的话 就像一个100公尺的比赛 变成一个30公尺的比赛 精子就希望可以游出水管管 和卵子结合而令它受精 明白明白 其实如果是这样说 IUI需不需要女士打针 例如打排卵针 吃药 吃排卵药那类 不需要一定的 其实我们可以用自然周期去做IUI 但当然如果你多排两只蛋的话 成功的机会会更高 但相对来说 你多排两只蛋的话 多胞胎会增加 如果你很怕双胞胎三胞胎的话 你可以用自然周期的方法去做IUI 明白 如果说女士那方面就可能有机会要吃药 那男士先生那方面 有些什么提示可以说 他应该怎样去保养 令到精子会比较健康一些 容易一些受孕呢 通常我们叫你烟酒就不要了 咖啡茶就不要多喝一杯一天 身体就保持健康 但坊间上面也有一些原氧补充剂 希望可以帮助精子的活动性 和它的质量 那刚才医生你不是说 如果打针吃药 就会有机会排多过一粒卵子 那就是说我们特别容易有机会 想生龙鳳胎 或者是双胞胎三胞胎 那些我们是可以这样有机会多些呢 是会增加的 如果你做IUI成功的 或者任何刺激卵巢 而成功了华人的话 你与双胞胎的机会大约是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 但是三胞胎的机会都有百分之四 其实未必一定是太理想的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说 IUI的成功率高不高? IUI就要视乎你年龄 做IUI其实是一支 可以将你的成功率 带到你的同年成功率 在35岁以下 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去到过了35岁就得到15% 去到40岁就少于5% 那如果是这样说 我可不可以不成功的话 我不停在做IUI做到成功为止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通常我们看到成功率 在过了三个周期之后 都会开始有些不太高 因为入户容易成功的话 在首的几次都已经成功了 明白明白 如果是这样说 可能IUI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话 可能做IVF会比较成功 相对来说做IVF的成功率是比较高 例如在35岁以下 你的成功率应该有百分之五十六十左右 每次一次 过了35到40岁左右 就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机会 但过了四十岁之外 都会比较差 只有十多到二十百分之二十 医生可不可以讲解一下 IVF是怎样做的 其实IVF和IUI都是很相似的 我们通常在月经周期的第二三千 会叫女士来 我们会查一下她的卵巢 各方面是否适合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会用一些药物去刺激她 其实每一个月 卵巢上 都会有一堆卵子在製造 如果你不做任何东西 其中一粒就会长得特别快 跑出来 其他的就不长 这些药物主要是令这些 这堆卵子 在同期一起长 希望到成熟的时候 我们有多于一粒卵子 可以去拿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粒卵子 你只有一个机会 但如果多几个的话 你可以有机会做多几个胚胎 而这些胚胎 如果是好的质量 你可以处存在 写藏了之后 将来想再用的时候 你也可以再做 好了 到你的卵袍成熟的时候 同样 好像做人工受精 打的针 量定排卵 但在排卵之前 医生会在短的麻醉里面 抢一些长的针 穿过阴道的顶部 就放进卵袍里面 抽出来的水 找出蛋 找出蛋 在外面令它受精 受精后 它便会培养它 培养到它变成一个胚胎 才移植回到子宫肺里面 医生 刚才你不是说 会有机会用药物去刺激卵巢 如果我们用完药物之后 刺激法 会否有机会对卵巢不好 或者对身体不好 甚至有机会令到我们将来提早收经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每周期的卵巢上 都有好几粒的卵子 其中一粒就会跑得快些 其他就不会再长 这一批不长的卵袍 其实在这个月经历的时候 它们自己都会消失 所以你不用怕 因为用了药物 而用了你储存在的卵袍 令它早些用完之后 提早收经 明白 刚才医生你提到 一次过会拿几粒卵巢 既然如果想生孩子 我是否可以为了提高成功率 一次过放多几粒 背胎到子宫肺里面 有机会快些 中到Bingo 这个当然 这是机会的问题 放多一粒 可能会比较高 但相对来说 你要考虑到多胞胎的风险 我们通常都说 如果你是双胞胎 其实你的风险 比单胞胎的华人 大约高九倍 到三胞胎 风险就非常之高 如果你超过两胞胎 很多时候 也会考虑减胎 所以减胎本身也有风险 会令到正如胚胎有机会少产 今时今日 因为科技进步了很多 成功率进步了很多 放很多胚胎的机会很少 我们尽量将单轮胎 甚至双轮胎放进去 明白 我看电影 经常说 做事管婴儿 可以选生孩子生女 甚至选生龙奉胎 双胞胎 是否真的 这个是在技术中 可以做得到的 你可以驗胎胎 才知道她是子女 才放进去 但是香港法例 是不容许你筛选男女 通常来说 我们都说过 不想很多胞胎的时候 他们尽量放一胞胎 尤其是如果你驗胎胎 成功率很高 我们尽量放一只 明白了 如果这样说 我们刚才说 那些胞胎是在室室做出来的 如果这样 会否说 对孩子的身体 会不会太好 或者反而不是 因为在室室做出来 他们的基因 特别强势 生完出来的孩子 是精神来的 特别聪明 IQ特别高的 至今 没有什么文献 他们会聪明一点 不过文献 我告诉我们 做事冠婴儿的BB 通常来说 早产的风险 会高一点 还有 出生的体重 亦会比普通 正常华影的BB 低一点 而且 我们知道 在K胎问题上 它会高一点 例如 自然华人的话 我们通常说 3-4% 会有K胎问题 做事冠大约 4-5% 如果我们做 单轮抛注射 可能达到6-7% 其实这样说 也挺危险的 要视乎 你觉得 你可以承受多少风险 明白 如果医生 如果这样说 IVF打这么多针 会否说 一生人 不可以做太多次 还是 无所谓 喜欢做多少次都可以 其实 没有特别的限制 只要你继续有卵子 其实是可以做的 但当然 如果你试了很多次 都不成功 可能你要考虑其他方案 例如捐卵 捐精 之类 如果是这样说 我们每次做完IVF 真的不成功了 那我们要休息多久 才可以做第二次 在彩卵手术 其实没有需要 一定要休息 以前的周围 很多时候 中间要停两三个月 但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需要 甚至一次取卵 之后 你不取完全部 留一些小的在这里 再自己去 跟着再取 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要视乎卵巢 在下个周期的状况 如果是可以的话 是可以接连下去的 甚至有些文献 告诉我们 如果你是不停地 一个周期 跟着一个周期去做的话 在downstream 即是第四五个周期 可能 它的卵子的质量 和数目 可能是有所增加 这些可能是因为 一些downstream的recruitment 即是因为你早期用了药 在一群在处备的卵泡里面 吹谷了它 令到到几个月之后 它就排了出来 你便增加了它的数量 和质量 明白 如果这样说 其实IVF也挺好的 成功率这么高 我们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但如果说 我们做IVF 始终有药物 刚才说未必会有后遺症 例如会收经感 但是会不会有机会 令到有治癌的风险 很多人都怕这个问题 其实理论上 它是会增加了乳癌 卵巢癌 子宫癌 这些问题 但幸好 我们在文献上 都没有看到 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增加了 使管婴儿 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已经在好几十年 第一个BB 都自己生了BB 所以全球里面 已经有大约700万的BB 是使管婴儿方法出售 我们也没有看到 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问题 明白 如果我们有观众朋友 我小产过 我想再做IVF 试试可否有BB 会否需要休息一段 像坐月 才可以再做 如果你想做使管 当然时间是适合的 我们说 如果小产完 再怀孕 再到怀孕的时候 如果你跟着周期 趁怀孕的话 风险就会比普通高50% 但过了一个月之后 才开始再做 这个风险就没有在 明白了 其实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真的很感谢杜医生 抽时间上来和我们 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资讯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